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48次的喝酒闲聊直播 多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能帮我点赞分享这一次的直播 还没点赞的独有 现在可以点赞 把你的Live Chat关了 点赞了才回来你的聊天 是不会影响你的聊天的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 第一个讲题就是雪州议员 移出轨死党直染 其实这件事情早在大概 接近一个月左右之前 我就收到很多消息 就收到很多消息 这位议员我们叫他Live 我也不要说他的名字 因为他是疑似 而且这个是私事 这个就是底下我要讲的 就有很多的录音 很多的照片传出来 私底下在流传 然后在脸书的群组 尤其是反行动党的 前行动党的议员 他退迟 被开除了 然后他就攻击 然后也有马华的人 就在炒作这个事情 所以炒作了大概接近一个月 两三个礼拜之后 在两天前 我们记错的话是星期五 在两天前 这位议员 辞了他的党值 雪州行动党的党值 但是他没有辞州议员 他没有退党 他只是辞了党值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 我收到的时候 就收到很多消息 然后也有人问我 要怎么救他 要怎么帮他 我认识很多行动党的人 虽然我不是行动党党员 也不是公正党党员 但我认识里面很多人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西蒙的支持者 当时我 问我怎么帮他 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他 我就跟他说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你认也死 不认也死 你的政治镜头就在这里了 你认你至少有一个好名 然后你可以止损 止损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认了之后 承认是我 之后就不会有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出来 就像蔡西利一样 马华总会长蔡西利 他当时一直去同一间酒店 大家想一下 他一直去同一间酒店偷情 给人装了CCTV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影片 不可能 但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流传的 都只是那一个影片 因为蔡西利当时快刀斩乱麻 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影片流传的几天之内 他就出来承认是我 然后辞职 当然最后他又东山再提 所以因为他的快刀斩乱麻 所以不会一直流传出来 不会一直流传出来 所以这个议员也是一样的 这个赖姓议员也是一样的 如果他现在不承认 他一直拖 其实损害是更大的 但是以马来西亚的风气来讲 你作为政治人物 你偷情 不忠 肯定选民不会接纳 不要说你是政治人物 普通人虽然不关你的事 其实我一直都强调 大家关起门来做的事情 只要不犯法 在马来西亚偷情并不犯法 除非你是穆斯林 除非你是马来同胞 不然偷情并不犯法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不犯法 没有伤害他的 你不是强奸 你不是欺骗爱情 你不是骗钱 不管别人的事情 其实是不管别人的事情 但马来西亚有很多驻大海之人 所以他们会去炒作这个特别 然后我们的明智未开 他会把私德 个人的私德 跟政治上的功德扯在一起 所以当这个事情流传出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死乎一条的 所以我当时给的意见就是 你不承认死 你承认也死 但是你承认你止损的 你可以及时止损 这个事情不会蔓延下去 但是你承认了之后 你有一个后果 不好就是什么 你可能要辞掉州议员的职位 你有可能党施压 你辞掉州议员的职位 因为党要不形象 你不用 expect党会帮你 党是不会帮你的 因为对于党而言 你区区一个州议员 行动党有这么多的州议员 百多个州议员 所以你下去了 我们没有什么损失 我随时有人可以替补 所以你不用想党会帮你 所以你可能会要辞州议员 这是唯一的坏处 如果你不承认 你还可以拖拖拉拉去 继续你的州议员生涯 但是这个损态会越滚越大了 这个损态会越滚越大 所以这是我当时给他的意见 现在他已经辞职了 但他还没有出来讲话 还没有出来承认 其实在一个礼拜之前 这位赖姓议员就有说 他会召开一个记者会来说明 但是这个记者会拖了又拖拖了又拖了 很明显 他还在犹豫不决 他还在犹豫不决 所以认还是不认的好处跟坏处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一定分析给他的 然后我讲这个讲题 我最主要要讲的是什么 推崇进步政治 什么是进步政治 同样的安华阿兹敏他们有没有玩男人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魏家祥私底下nice to nice 他对他的孙子好不好 他对周边的人好不好 管我批事 这些是个人私德 跟你政治上的功德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作为进步政治的 支持进步政治的人 我们应该看清这一点 不要去随风气 所以我经常会讲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有一个笑话是什么 他给你两个人选 一个抽烟酗酒打老婆 抽烟酗酒打老婆的男人 给你选来做你的领袖 你要选A抽烟酗酒打老婆 还是B很虔诚的教徒 然后很有爱心 然后每天都会祷告 为人很谦和 A跟B给你选你会选谁 我相信大家都会去选B 因为很明显A跟B摆起来 抽烟酗酒打老婆 很虔诚的教徒 然后人很温和 A跟B给你选 大多数人会选B 因为私德是这样子 但政治不是这样子的 你选A你选的人是谁 邱吉尔 就是带领英国打赢二战的 邱吉尔 英国其中一名最成功 最著名的宰相 你选B选谁 选到希特勒 选到希特勒 我们可以说是靖代师 杀人最多 巴奇最大型战争 然后野心最大的杀人狂 他单单杀犹太人 就杀了好几百万 所以政治不是看私德来选 所以如果这位赖姓议员 我们讲回赖姓议员 讲回蔡西利 他最后被攻击的 只是他私德的问题 他有婚外体 那其实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这个议员 他没有吃人民的钱 他没有贪污 至少没有把柄 这些贪污吃钱烂权腐败 的把柄 给人抓在手上 除非你可以说 他这个偷情是用他的权力 去进行的 那属于滥权的部分 但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是人家关起门来的私事 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不要去跟风起舞 因为你去跟风起舞 你变相的就加重了这种 野蛮原始落后的政治 如果你推崇 进步政治的话 就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然后最后我再讲一下 其实一直在传这个事情的 除了马华的人之外 因为他们想要借着这个东西来攻击行动党 其实我觉得很悲哀 如果你是马华的 你只可以用婚外情来攻击行动党 而且只是一个个别州议员的婚外情 那我能说行动党真的是很清廉 你反而是在变相帮他宣传 但也有一些像我刚才说 一位理性的前州议员 他是退出 本来是行动党同一个区域的州议员 然后他后来被开除 还是退出了行动党之后 他进了一些文字党 然后当然默默无闻 行动党派 其实行动党派一条狗上去 在大多数的选区都会赢的 也不是你个人的魅力 所以很多退出行动党的人 不管是很著名的黄珠枪 很著名的李林泰 退出之后在政治上都是一绝不胜的 所以这位州议员也是一样 理性的州议员也是一样 但现在他这个行动党替代 其实也不是他替代他 因为他这个理性州议员下了之后 是另外一位州议员做 这另外一位州议员过后才换 那个赖兴州议员 但他们是同一区的 所以这个州议员每天就在那里转发 在那里嘲笑这个事情 其实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我只会觉得这个是很心胸狭窄的一个行为 很心胸狭窄的一个行为 所以想到完还是要分清楚 功德跟私德 当然婚外情不是一件对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婚外情 你对不起的人是谁 你做错的是什么 你对不起的是你老婆 你对不起的是你的孩子 而不是隔壁的老王 或者是完全无关的人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当然有人会说政治人物是榜样 你如果有婚外情你还做我们的政治人物 那你这个榜样就 小孩子会学坏啊 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是一个坏榜样 小孩子会学坏 老实讲 我的孩子的榜样是谁 是我 不是一个无关无拉朗的政治人物 就只有很愚昧 很明智未开的社会 才会把政治人物当成榜样 所以政治人物从来都不是榜样 所以前几天有一位独友发给我说 阿兹敏的人格不行 安华的人格一起棒 我回答他 当你认为安华的人格一起棒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所有政治人物的人格都是不行的 你就算他的人格是好的 你也要当他人格是不好的 因为他不是你的亲人 我们的责任是监督他 并不是给他毫无限度的支持 这点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我当时就回复他 安华是好 他人品怎么样 我不care 我要看的是他政治上的作为 同样的阿兹敏也是一样 他们有没有玩屁股 有没有男朋友 关我屁事咩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美国克林顿 他涉及婚外形之后 他可以稳如泰山 他还是一样坐满 他总统的任期 成为美国近代之上最伟大的总统 这30年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可以算是克林顿 近三四十年来 二战之后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这个就是差别 你在落后政治的 还是会用这种失责的事情来审判 我觉得这点是很落后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要特别拿来讲一下 短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刚刚我歪一下 是我老婆听完了这个机器 就拿下来给我 我刚刚有交代他听完了就拿下来 紫色的是正版的 蓝色的现在你买 因为蓝色的去年九月就已经没有货 就已经卖完了 所以现在还买蓝色的肯定是假货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不能在网站上注册 好我们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先聊天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